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起新的共识基础呢 我们特别邀请金门大学 国际级大陆事务学系 副教授邱锤正 观察近代大陆官方和涉台智库 以及相关人事发表对台谈话 及民进党相关的回应来解析探讨 非常欢迎邱副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知道总统大选之后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在几天前首度发表对台谈话 指出大陆对台大政方 真是明确一贯的 不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有所改变 将会坚持久而共识的政治基础 当然包括了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还有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都同样表态 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代表 大陆对台政策已经定调了呢 是 截至我们看到最近 中国召开全国两会 这个政协人大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这个纷纷发表对台的谈话 那么他们的谈话的这个相当有一致性 也有一贯性 就是还是在九二共事的这个政治基础上 那么对台作为两岸互动的一个政治基础 那么它的内涵呢 大部分都是还是围绕在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中 那么这个过去就跟我们马总统 这个执政八年来 跟对岸所达成的这个政治基础是一致的 由于即将上日的新政府呢 对于是否接受九二共事呢 可能有变 那么造成这个政治基础 如果不存在的话两岸关系会出现哪些变局呢 我想这个是很多人所关切的 那观察新政府 特别是蔡英文总统当选人 在这个元月21号 那么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 非常完整的 把他未来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几个基础 讲得很清楚 那么也建立了他对大陆 这个相互之间 能不能在达成双方新的政治基础 有一番完整的论述 这个包括所谓既有的这个政治基础 有四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这个承认尊重 那么过去1992年两岸两会在香港会谈 那么双方求同存异的这个共同政治认知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特别是在两岸定位呢 那他特别重申 未来会在中华民国现行现政的基础上 来开展两岸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在过去20年来 这个两岸交流互动协商的这个基础上 持续的来发展两岸关系 那第四个当然是特别是台湾 这个这几年的国民主权 这个升职人心 他也强调要在这个民主的原则 普遍的民意来推动两岸关系 那我们看这个四个主轴 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桌子的四个角一样 那么来对应 那尤其是特别被关注的 就是对于两岸的定位 那么我想大陆跟新政府 不是无法找到这个所谓在实施内涵 又相通的地方了 特别是用中华民国现行 宪政体制来界定这个两岸关系 那当然王毅的说法 这个在CSIS 就是说这个宪法是这个两岸同属一中 当然这种说法 我们台湾反而是聚焦 他所凸显的对台 首次提到这个宪法跟宪政 那么我们反而注意 他所抛出来的新的说法 因为过去对台湾的典章制度的形容 因为北京想对台湾是去主权化 所以台湾的典章制度 只会说这个是过去你们自己的规定 或者是法律 那么这是头一次提出这种宪法跟宪政 那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当然我们从三月看到 您刚刚说几位领导人 再度重申 九二共是这个对台的最主要的政治基础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台湾当然是有人过度解读了 那么他们也重申 台湾不必对网易的这个说法 进行过度解读 不过却可以拉近双方 可能对两岸的定位 透过这个宪法来诠释 可能是一个途径 那我觉得现在双方感觉到好像有点差距 不过从现在到520还有一段时间 其实双方还是可以继续的磨合 特别是习近平的说法 没有相较于过去那么的强悍 那么他连一个中国原则也没讲 统统围绕在九二公司 同时除了九二公司 你要认同它的核心内涵 这个核心内涵到底是什么 那么当然这双方就可以彼此 再用更多的语言去铺陈 除了说什么之外 我觉得也要看这个双方 在最近要做什么 那我想做什么的观察点 一般就是看目前 我们要开启这个两岸的交流 那么目前立法院正在推动 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要推动这个协议呢 对未来的协商互动 协议的进行才能够持续的推进 所以这个协议的立法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目前未来执政党在主导 整个推动的进程 如果说它还是符合合乎宪法的 合乎我们目前现有的两岸条例的现金架构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可以让大陆感受到 这个能够有诚意的 有善意 基本上两岸的互动非常的复杂 那么也有很多的挑战 那么过去或许打下了一些基础 因为基本上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 所谓两岸同属一中 这样的两岸定位在台湾 并不是大多数人接受的 那么新政府当然也要顾虑到民意的反应 尤其是北京 应该要正面看待台湾的整个普遍民意的状况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民主的选出来的政府 做一个违反民主的一个 或做出不符合民意的这种主张 这个是如果大陆还是往这里去想的话 我觉得这是原木求雨 特别是台湾刚刚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民意的反应 选出了新的政府来 我觉得北京也要去思考 去尊重这个民意 是 是 好 非常谢谢邱老师 对于准总统蔡英文在一月份接受媒体专访 那么非常详细的转述了准总统蔡英文的四个主轴 那么也针对有关九二共识 就是所谓两岸同属一中意涵做一些说明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全国人的代表 就是北京大学台研院的院长李毅虎 在日前特别召开记者会当中提到 蔡英文准总统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述这九二共识 但是体现两岸同属一中的意涵 还有就是说 我们也观察就是 蔡英文在大选前后提出维持现状和会依现行宪政体制推动两岸关系 所以这样看来 就是说大陆还是希望在民进党方面能够对于这个九二共识 或维持现状这个有进一步的说明吗 还是说两岸之间其实出现了不同认知的解读 才会有这种隔空喊话呢 我觉得这个台湾从2000年以来到现在已经将近了156年 都为了这个两岸的高层定位争论不休 过去民党执政八年 其实整个社会也都弥漫了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这个问题 争论不休 那么当然现在的马总统执政八年来 那么他在国共之间有达成了所谓九二共识的共同基础 但是我们整个来看 这个政治基础坦白讲都不是台湾全民的基础 新的政府基于民意就以他们这个诉求 不太可能去接受九二共识 因为九二共识我们刚刚说从2000年到现在 他除了两岸定位 其实还有很多政党竞争的这一种符号 那所以接受了这个九二共识 那你在选拳可能都会违反了他们的支持者的意愿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北京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 九二共识这四个字 而是你要提出一个新的论述来体现 或是来拉近双方的共同认知 或者建立所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那这个需要双方再去不断的磨合 毕竟我们也理解 这个北京很想把台湾 这个套入它的一中框架里面 这个一中框架里面当然 从九二共识它的模糊性 到现在所说的两岸同属一中 那不管怎么样 他就希望套入它的一中框架 总之它的最高战略就是要套入一中框架 过去民进党或者长期主张 就是说它的终极选择应该交由民意来决定 那么台湾跟大陆的未来的各种关系 就是说只要台湾人民同意 不排除任何两岸关系 就是说它的民主的价值 是优位于这种两岸的这种定位 那所以这个到底怎么磨合 我觉得需要双方的领导人 这个相互的体调对方的立场 你不能都说台湾一定要回到两岸同属一中 或者是一中框架里面 在台湾内部当然有不少人 你是呼应这种说法 但是整体的全民的这种意志 可能对这个问题是有严重分歧的 那对于这个蔡英文总统 当然他要做一个全民总统 他必须衡量这个东西 那他也要于衡整个国际社会 整个周边亚太区域之间 所以说台湾的任何的主张 这个当然要符合普遍民意 民主原则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一个桌子 有四只脚 那从这个四只脚里面 当然都不能去违反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大陆方面也不应该 就强加他们的意愿 那么事实上这个维持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包括台湾 包括北京 包括对岸 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不是说只有蔡英文 你要不要认同这个九二共识 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 这种核心意涵 是双方各有主张立场 要彼此谅解 能够多一点沟通磨合 那么大陆一直在坚持 九二共识 当然也在重申反对台独 我想请教老师 对民进党来说 有没有处理党纲的压力 又怎么样来处理 是 台湾社会本来就有不少人 主张这个独立 至少是主张在认同方面 这个是台湾人的很多 那对我们最近得到一份 这个香港年轻人的 这个统独调查 港独的年轻人 高达百分之四十一 这个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那也就是说 当两岸碰在一起 那么相互的交流 那么久之后 那么大家都有他一种 选择他价值的认同的 这种归属之所在 那你如果说 跟你发展这个稳定的关系 必须要建立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你是一中 而且这个 在一中框架里面 可能它的代表权 又是以PRC为主的话 那我想这个在台湾内部 可能会有很多的争论 那我觉得大陆 推动这个一中 应该用一些文明的方式 尤其是特别 要服劲台湾的主流价值 特别是民主的价值 我觉得一个民选的政府 去违背民意 做出那种 跟现状不太一样的 这种主张 的可能性是低的了 所以你说民进党 会去调整他吗 我觉得很难 过去他这样 他赢得大选 他怎么会调整 他的方针路线呢 但是他也知道 现阶段必须要采集 一种务实的角度 因为政党本来 就有很多理想 但是这个理想 可能是现阶段 没有办法达成的 你要有阶段性 特别是现阶段 要非常的务实 因为台湾经济要发展 那么特别要 两岸要维持着和平稳定 那和平稳定 有许多的做法 那当然呼应 中国大陆 这个他们对于 这个两岸定位的 这个要求 是一个面向 那其他的 也有很多的面向 要去努力 那么两岸一直保持 这种动态平呢 它不是很静态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政府 包括双方的人民 都要有这份 共同的认知 这个两岸的和平稳定呢 不是在某一方的 双方都应该有这个义务 来维系两岸的和平稳定 特别是这个大国的这个北京 它有更多的筹码 新政府当然要给北京 这个对内交代的一个理由 尽量去做出 双方都可以对内交代的 一些这个说法 还有做法 其实说法还不够 还有做法 那据我了解 很多人很担心 这个像在明亮的内部 很多人都讨论 很担心说 我答应了你 你的这个 比如说九二公司 或者两岸同属一中 接下来他还要继续要求 就是这种软土深掘 不断这个索求这个无度 所以双方如果说降下去 没有互信的话 哪怕有再多的共同语言 都会欺骗性 而认为这是可能 只是一个障眼法 其实对于稳定的两岸 并没有注意 最主要的 就是诚心诚意的 坐下来 好好的沟通 用最大的这种诚意 最大的这个努力 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 这才是关键的处斩 否则我现在答应你什么东西 坦白讲 讲出来你也不相信 与其在这边高来高去 倒不如真的是双方真诚的 沟通沟通再沟通 那么进行这个必要的交流 甚至两岸官方协商 如果切断了 两岸的交流切断了 其实两岸关系倒退 我想对大陆而言 它减少对台湾交流 那只有让台湾越走越远 这也不利于两岸关系的 整个稳定的开展 所以如果这只是对内交代 那么简单的是 双方应该从这方面多做沟通 找到双方都有下台阶的说法 不过长远近 两岸关系是长长久久的 甚至还要为你的后代子孙负责任的话 我觉得领导人要有足够的智慧跟能力 共同来创造一个新型的两岸关系 那这里面 我觉得蔡英文提的那个说法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符合台湾现状 那但是北京有北京的压力 这我们也理解 那如何的双方磨合出最后的一个solution 或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说法 好像是习近平一直强调的 这个两岸中国人也好 或是两岸的华人也好 有足够的智慧跟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其实双方就应该要展现这种能力跟智慧 其实目前为止 我看到那个智慧跟能力都还没有展现 不过可能还有两个月 我应该要展现一下 给所有的两岸人民来看 双方的领导确实有这个智慧跟能力 好 互给这个机会跟空间 那么过去民进党也执政过 当然过去的环境跟条件也不太一样 那么现在也有新民意的基础 好 我想两岸应该多给彼此一些机会跟空间 那么更多机会来做一些说明沟通 才会慢慢的建立互信 才可能会有凝聚共识 好 来做一个比较正向的交流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金门大学国际级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邱垂正 观察解析大陆对台政策及政党轮体之后 两岸关系可能发展提供你的建议跟观点 非常谢谢邱副教授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